您好,现在给您演示一下我们这个进销存加积分兑换管理 首先我们打开进入积分加进销存 目前我们功能界面根据客户的需求设置的稍微简单一点 其中包括了经营报表 作为我们管理者可以看到目前各家店铺的整体的经营状况 我们打开看一下 本月收入 然后每家店铺的收入成本以及利润 蓝色为收入情况 红色为成本 绿色是毛利润 以及本月各家店铺的收款情况 比如说我们深圳分店 本月刷卡收入720 现金收款4000 总计收款4700 以所有店铺汇总收款14140 下面是关于本月 所有店铺的销售商品的销量的一个分析 其中我们这个拉片销售了5800 牛仔裙销售了5720 以及近一年的全公司所有的收入成本的一个折线统计图 它是按照不同月份来展示 目前只是录入了5月份的业务 所以说如果有其他业务 其他月份的话会呈现一个折线图 然后就是我们的会员卡登记 积分兑换 然后我们的库存管理 显示我们的库存表 各家店铺的目前库存量是多少 都会进行一一展示 然后可以点击店铺名把相同的店铺排列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北京分店下面 卧一有多少牛仔裙有多少 或者说我们点击这个商品分类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商品在郑州分店和 深圳分店的库存量各是多少 以及直接采购入库 采购退货 销售退货 库存掉拨 有时候不同店之间需要掉拨 还有一次我们的库存盘点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月末 或者任何时间抽查 我们库存的时候 发现货物丢失 我们可以用库存盘点 来进行调整我们的库存预额 调整账面跟实际的一个差距 再者就是我们的基础资料 这一般都是我们新进产品的时候 需要录入一次就够了 针对于这些所有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 我们的所有的用户 老板可以调整 哪些人可以看到哪些功能 不看到哪些功能 都可以进行分别的调整 比如我们点击设置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 可以调整这啥 调整这个我们下面不同部门 他的查看权限 这是总经理 总经理可以访问 可以查看这个经营报表 其他人都不可以 以及下面每一项 我们都可以进行 采购入库 比如说 我们回头再增加一个采购部 采购部呢 可以管理全部数据 我们就可以让采购部 来进行管理所有数据 然后其他部门全部都看不到 看不到彩虹路库这个功能下 大概功能就是这样 谢谢您的收看 膀片